台中是首座成立身心障碍体育总会的城市 台湾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2022年4月9日至12日将在台中隆重登场 台中市政府发布两支宣传影片 分别为友善环境在台中与一起为选手加油 除展现选手在竞技场上的丽与美 也透过台中市提供选手们的无障碍服务 传达有爱无限的精神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携手多位运动员代表 在影片现身力挺身障碍运动会 邀请台湾民众一同关注赛事为选手加油 记者邹志中报导 111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在台中 就算辛苦也会坚持下去 我们最怕的 上场就全力拼了 111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台中 我是台中 黄运区选手 任章运还有张天 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中为选手加油 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111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4月9号到12号 欢迎到台中一起为选手加油 我是台中吴振胜选手 身脏运还有四天 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中为选手加油 大家好 我是台中前进选手许乐 距离身脏运还有五天 欢迎大家来台中为选手加油 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111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4月9号到12号 欢迎到台中一起为选手加油 好 好